还是要看一下小炮带猫在下轮能打出多大的优势 敢打泽力泰坦能压但是 也压不了泰兄 他不像摄斧的压制能力非常强 而且两三级的时候得稍微注意点 有可能会死 对 因为小炮下轮是一定推线的 他有爆炸火花的那个被动嘛 所以导致就是你两三级那个兵线如果没处理好 卡在对面塔前 很容易被抓 收尾 PT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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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听出来了 最近比赛现场的观众都很希望那个男人回到赛场 每一场都有 上海场的特色 是的 常常有 这场 Aki是选择带了征服者 更多的还是 确实左边这个上野全是这个近战英雄 好触发 最近很多位都喜欢带强弓 前面打架厉害 干客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这把其实挺考验Aki的 因为他三线都不是很好配合他 可能唯一有点机会他是上路 中下更多的是他要保 他得反蹲下面 哎 这个打完Q3回来不是要很亏吗 走位多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哎呦 奎三提 对线打得好棒 全看就Q准不准 打得很准啊 那赛恩也能扛得热 这就是这英雄赖的地方 哎 还有这个特效 哎对的 动不动掉下来个瞎子 嗯是 就现在改的新版龙还挺有意思的 哎 勾到的猫 打一套 偷脸 对线上来说还是OMG这个刷牙路会抢 对 硬斧太笨了 这里Able很懂啊 他为了不把线推的太快 所以一级学的是Q技能 哎 那这样的话 也是兵线没有到太尴尬的位置 北传过来被眼给看见了 OMG下路前面的处理还挺好的 他就排完一个眼 硬脏在这里 嗯这样的话可以让阿Key安心的去上半区继续刷 嗯 那Able应该是QW对点了 他甚至绝一点三级留个点 先不点一 对吧先留点 四度 两边打野基本上在前期算是名牌了 嗯 走过来 两边马上要撞到 其实猴子是没那么虚的 但是正好没看到 第一时间上去怼一套 这下如果Q断下来还挺危险的 北传感觉绝一点闪现能硬打个阿Key闪现 嗯是闪换闪 嗯 那中路的线不太支持他这么做 哎他真哦刚刚点上刚点上 还是在点还是 嗯 没事他已经知道打野不在下了 可以推了 是的可以推线 嗯 一轮的换血啊Key闪做的不错 把瑞兹逼回家以后把线先处理掉了 嗯 这样中上两条路前面都拿到了一些线权啊 但Key闪没蓝了 比优卡是踢出来的 Key闪也很老 这个回家之前再给你换一波血 啊我不亏啊这样 嗯 这上路的对线就是 奎桑提把蓝都打光了 赛眼血还比较健康 是的 主要赛眼也没嗑药 反正是奎桑提把药给磕了 嗯 推完现在再回一波加 这波下半区的视野一步空啊 可以让北川在下半区多去找找机会 前期感觉两边都还比较明昂 TT想起结构 还是要等这个猴子进六级以后再找节奏 是的 嗯 也是看到了阿Key的位置啊 拼了一下 嗯 前面就看下路会不会 北川来配合这个泰坦来做一波事情 因为其他路确实太难抓了 北川这个野区规划就是想奔着先溜去 嗯 第一轮刷了一圈半 再回家 正好漏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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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卡这里推完线好活跃啊 又进去点颗眼 优卡是把上下半区的视野都给点亮了每个颗 嗯 平和的一天 主要现在确实打不起来 主要右边想发育 左边打眼没六做不了事 嗯 这个眼快消失了 嗯 呃 现在的学院就在于这个眼消失之间 他会不会出来 呃 确实 没问题 可能还有个十秒钟左右的时间 看他会不会出来 但其实大概是知道在下半区的 对 而对于猴儿来说 第一轮应该是刷了一圈半的野怪再回的夹 他这个就是奔着六级去了 嗯 这两边打野都需要奔着六级去 你看阿Key前面也没有想过去线上做什么事情 对吧 就是大家先刷到六再说呗 不然线上配合不了 但立场不要 阿Key去了没用抓不到 是的 然后对于猴子来说 得自己升六以后去了才有用 嗯 主要对于猴子来讲 上下两条路都被推嘛 是 然后前面推的比较难受 他也没有办法去做事情 嗯 还是要看左边中野到六级的第一波大招配合 能配合的怎么样 嗯 瑞兹已经到六了 而且加上泰坦的作战能力 我觉得猴子这一圈再刷下来以后 是有机会在下面动笼的 因为位是要往上再走回去的 是的 再给大家同步一则消息 OMG的ABLE选手 翻译游戏音效出现问题 裁判与技术人员正在对该问题进行检测和查证 请大家稍稍等待 比赛将在稍后恢复 有问题就要去调整 有问题 其实两边阵容讲的已经就是强势点在哪里 已经差不多了对吧 都很透彻 因为主要是两边阵容拿出来以后 就是对于观众朋友们来讲也是这样 因为点儿一版本看太多了 拿出来以后你就大概知道这套制服什么时候可以发力 OMG主要这个维克托一选确实要等 就只能等 对要等 因为他们的那个三手小炮的摇摆 我觉得就是在上路拿出葵桑梯以后 那个摇摆就已经失效了 对 失效了 对 因为你明确的知道 其实是ABLE在下路才是以这个走A流AD为主的 知道阿Key在动楼啊 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中路一旦Cream有波小线拳的话 OMG主要得抓紧时间去偷龙 这波感觉还找的时间非常好 抓到了一波中下都回家的时间点 但明显TT不是很想放 这波瑞兹有6 可能会开车带人过去 ABLE是没有过去帮忙打龙的 这个龙不一定能打得掉 探窗口是照一下2000卷不敢打了 Cream过来这位置反正自己有点威胁 开车过来 把人运过来了 欢风也来了 下半区4V4要打吗 闪先够 脚被打断下来了 这里ABLE要交闪了 北川甲猴上去再来一棍子 但龙已经回到2000卷左右了 还在龙坑里面 看一下OMG怎么去选择 ABLE的状态不是很好 而且没有双招的 阿K要进去抢这条龙吗 没有 正面定到了 要杀Cream Cream就学来很残 要交闪现了 差一点被瑞兹的一技能跟上了 正面ABLE虽然跌出了致命节奏 但是伤害已经不够了 阿K也被追着走 阿K可能要交闪现了 ABLEW技能直接过墙 阿K交出闪现又Q技能 但是被勾到了 B传增的减速 W强传激光 又是优卡的头 炸了呀OMG 感觉不明智啊 一是小炮不在正面 并且已经被打残状态的情况 二是这个左边 泰坦加瑞兹作战能力 明显是要在这个阶段 比你猫家的围托要强太多 强太多了 感觉不明智 我觉得这个去碰小龙 这个举动 OMG抓的时机非常好 是 而且这一波其实对于OMG来说 就算他不打 把小龙放开 对于TT来说 这龙也不是白接的 因为中下的线 是全部被塞进了塔下 这波OMG能打掉龙的唯一方式 可能只有A波 牺牲掉下了一波 先过来帮忙打 就打掉了 你可以看到 蓝色方的线 全部都是反推的 对于OMG来说 这波龙不接回头以后 再处理中线 其实TT这个龙 拿的也不是说完全赚的 就怎么都得亏点 但瑶瑶的两波 勾勾的很漂亮 一是打断了小炮的跳 以及说隔墙 这个死角的位置 勾到了Aki 不然Aki Q帅就走了 这条龙翼掉再加上前面 掉两个人头 对于OMG来说有点难受 很伤了这样 是的 确实这个泰坦给疏通了一下 嗯 TT这个节奏就很舒服了 先锋再一拿 这个先锋说实话还是看不得 主要猴子是有6 但是有6 AD这波是先来的 嗯 少一个泽力 但猴子有6 阿ki想尽力刷到6 到6级了 3级赶走了 先锋1000血掉了 OMG还是那个问题 太想打 太想打架了 但是拿的阵容不支持 他们这么玩 是的 这下 TT等瑞兹下一个大招好 边线也得很小心才行啊 主要现在打野 是带个先锋在身上的 你看就这种野斧 中野斧一起动起来 OMG就非常怕 明牌来下 阿ki又不在 小炮只能让开 但这波是带着先锋来的呀 小炮一让开 感觉这下路塔的肚层要掉好多 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放 就先白吃你两层再说 主要 Abo现在只能自闭草丛站着 因为阿ki刚走过来 然后Krim又在线上露脸了 对面所有人都消失了 也怕 太怕了呀 这TT这套章法打得真好 嗯 这前面给OMG拿捏住了 主要还是第一波 TT战术思路执行明确 就中下线全被推 然后猴子还在上的情况下 生生要保这条小炮 嗯 抓得很准确 现在赛燕心里踏实了 踏实了呀 踏实了 兄弟们肥等于我肥 在蹲 有路子有海克斯闪的 很活跃 旁边有个北川在 没视野出来了 Krim没闪 要死了 看人头给谁了 又是Yoka的头 太星云流水了这一套 这两边都是黑的 主要我觉得 对于OMG来说最难受的是 这个太坦给完下压力 回家再来中这段时间 OMG完全不知道 这个人在那 是的 只知道miss了 而且这个太坦到处动 她等级还不行 TT这个前期节奏 玩得太舒服了 硬斧能打出这个节奏 不甘想 是的 主要是这是.1版本 然后这颗眼 又看到了Abo回线的位置 全是视野 GT这把 我觉得视野 就已经里面了 带飞了 全身姿态硬要打 后下手里有闪现 这个位置 后方有打也完全不慌啊 山姬这是急跑夜焦了 很急于去帮队伍打回来 但是吧 现在两边上台心机不同 一边是队伍肥等于我肥 另一边是我不肥 可能这把没了 是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Aki现在只能当宝安 只能来下面反蹲 但一直都是这个 给猫当宝安的压力很大 就是蹲到了 不一定转 但是不蹲到 下路一定炸 对 现在OMG太黑了 你看整张地图 基本上是没有视野的 太黑了 而TT这里已经把眼做到OMG很深的位置 而且OMG这波也很难受啊 提前30秒过来把下路线推了 但是左边已经回玩家补完装备 来准备接这条小龙了 对 升等 要蹲一波 因为OMG是卡士也过去的 拼了 知道活到是个奇迹的眼的 考验幻风的纪律性了 他现在只要靠墙 应该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而且他有双招在 但是野斧是从上方走下来的 可能会给他错觉 要冲出来了 幻方这个位置感觉走不了了 被锁头被猫咪定住 闪现过来接一技能 小炮的大招跟上 完成击杀 逮到了 终于的 他们在这蹲了一分钟 是的蹲太久 因为他们卡士也绕进去的 带着中路怎么办 下半区 魏也把大招给用掉了 小龙肯定是不归OMG了 但是可以换一些肚层 但TT这个止损做的同样很快啊 直接在中路击合先锋一放 下半区视野在一起 全是压力 而现在TT视野太好了 阿琪现在在自己家走路 都要非常的小心 心惊胆战的 转角就要撞鬼 一个草不敢钻 等泽力回来 这条小龙又归TT 那现在OMG只能祈祷龙魂 不要太好 来一条疯龙 开始向上天祈求 是的 但我们一直都说 你甭管是好龙坏龙 四条就厉害 是的 至少是个龙魂 有加持 来了揭晓悬念的时刻 封不封 记 不太对 我觉得火龙都比这个好 对于OMG来说 不太对 因为这个 一旦出现传送门以后 OMG防守的压力会更大 而且像泽力这种英雄加猴子这种 进场 带个电龙的话太好黏人了 就龙不龙魂这地图 一旦改变以后 现在OMG下半区压力变得更大了 之前还是得从河道走过来 现在有人直接能传到你身后 不过现在OMG如果能够稳住目前的局势 我觉得往后面拖也是能玩的 主要还是压力比较 还想复刻一波上波的逮捕 但草里有眼啊 这个位置应该可能要打3打3了 APL这个W真的很容易被左边断掉 是的断他的东西有点多 往中路转一波 改变下思路 但有眼 已经明确知道他们过去了 是的 TT这把就是视野做的有点太好了 嗯 猴子在升等 等一个可怜的人回来 就保着把这波先推了呗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野怪下半区 他这个野斧绑定程度太高 对 TT这个野斧感觉没分开过 哎这个位置被逮得有点稍微尴尬 Q3往回拉 侯亚往前卡着位置想走 但是被卡升位以后 哎这一下大招没有把人带回来 自身线过去了 被锁住Q3抬回来 硬打一套 有闪现想贴抢走 撕血闪出来 但是有急跑的山迹 Q2连带走人头 几个终于是找到一波侯亚掉以轻心的机会啊 但就是这个问题 他还能吃兵 他死了死了把芡给清了 嗯 可能对于这个OMG来说 这波先锋手足 中塔压力可能没那么大 是的 但你现在转眼去看一下 OMG的中塔 已经被瑞兹消耗到非常残的血量 而且TT这个突然断了回程以后 看到你打野在上 直接把下塔一拆 转线节奏来了 KREEM现在要难受了 现在KREEM如果去边线的话 其实挺危险的 一旦优卡消失 KREEM就得跑 要不然他带着大招就传人过来了 主要这段时间瑞兹能做的事太多了 是的 他要么边线 推完线转中给压力 要么直接出门以后去帮赛恩去抓这个奎桑提 嗯 这把UK的存在感真的太强了 太活跃了 对前面不管是小游走也好 或者每一波做视野 视野领先OMG太多了 尤其是左右两边合到的那个口子的眼永远都是给到的 看 转轴Abo心里也虚啊 视野差的有点多现在 因为自己又是个幽咪这边不好去做野 只能推完线回塔里站着 山极哥又进入到了经典的这个干脏活累活的手 坏的那条线我来 是 你去发育 现在就看下面这条小龙了 如果OMG能够把这条小龙接下来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们现在守过一条先锋 再加上装备没有差太多 你说等会正面团的话是可以去考虑去打架的 看了一下这瑞兹装备有点太快了 这瑞兹转眼就要到两件套 这种瑞兹 他很有邪 你说你找谁说力 是的 中间打这种小龙龙团太厉害了 嗯 肉 把中路线一清 瑞兹这波回家 两件应该要在手了 哇 16分钟的两件 对 这直接领先 右边中单一个大件了 嗯 中路的塔的血量已经非常不健康了 Hoya带队顶上来 把爆破一拉扯 点两下就要死掉 硬推 而且瑞兹手捏TP Cream反而是没有TP的 三龙的话 TT已经是把龙的位置卡住 甚至还有余力让野斐再回一趟家 但OMG有条先锋 他就只能靠这条先锋去 置换一下 对把位置给抢回来 感觉这个时间点来打团 OMG还是不理智 嗯 你这波来打团 要开得非常好 而且你看一下猴子有表 瑞兹两件套 还有闪现 他在上路有TP 还能把线带走 我感觉OMG这波可以考虑一下换上塔啊 先锋 实在不行 就用先锋 撞下二塔 对 就考虑一下要怎么换这个资源 这个点放出来就只能撞一头 我感觉他这个点放出来是想争一争的 撞是撞掉了 这样可能要打 虽然就是重置下两边龙坑的位置嘛 让OMG也有机会往里面钻 两个上男又在旁边切磋功夫啊 但这两个兄弟是打不出结果的 而且山姬其实不能被耗太多血 正面直接开了 开阿奇 阿奇交出自己的闪现 闪现勾勾到 小胖跳又被打断了 大招铁上去 但没有人能跟伤害可 特意的阿奇已经被表掉了 瑶瑶吃了这边所有伤害 后下开车撞了进来 瑶瑶还没有死 Abo跳到脸上 一炮射掉以后 山姬一个人顶在前面 全身随便开起来 要找焕风 能杀掉猫出发了对攻 山姬一个人把焕风给处理掉了 Abo带猫跳进来 找到了悠卡 这个赏鸡要被踢走了 悠卡想换 换不掉Q3接控制 一个终结人头 给到了Abo头上 TT这波团打的稍微有点怪啊 正面想打 侧面有人想退 打到最后以后 山姬哥carry了这场团战 山姬在旁边 一个人把焕风给处理了 等一下 打赢了以后会非常舒服 但明显不想放啊 北川是有惩戒的 阿姬的惩戒还差一点点 也差一点点 续个Q 再躲Q3下去了 要抢龙 阿K都不在正面 龙已经掉了 Abo残血脚闪现 山姬这位置被留了下来 敲起来 闪现过来补伤害 山姬哥不灭 增一口还有猫再帮忙回复 北川出来想一块Abo 下单的人头拿到了手 这样后压有闪现的 不打了太肉了 那结果上来说 TT还是能接受的 听牌龙带走了 嗯 最终的结果还是拿到小龙了 卷起 打正面 这一下瑶瑶再次发 火箭跳跃打断 但没人跟这波 双C突然去处理了一下山姬 主要还是这波有人想走有人想撤 嗯 有人坐车溜了 但也正是因为这一下 那他保留了抢龙的可能性 是的 哎 瑞兹被抓到了 锁住了 有七匹就 猫开大定住了 可能要秒打出护盾换不掉 哦 这这段时间 孔人G二连三的收头啊 嗯 好像好起来了 有点进入到 OMG这种乱战的 感觉了 是的 看TT虽然少了个中单 还是想找机会 很黑啊 但OMG应该不会走进去吧 扫到了 经济持平 然后这段时间 OMG几波打回来以后 只有龙的压力 是的 这维克托突然加速了一波发育 要一脉 两件套同让到手 我们要知道 刚才维克托一线的时候 这个瑞兹两件 刚才差两千左右的境界 打一波团回来 现在两件打两千半 嗯 我现在还是能凭借 UOKA的代线啊 去牵持OMG 小炮的大穿甲也有了 现在 TT就把宝压在这条小龙上面 山姬哥很肥啊 山姬现在正面 其实TT处理起来也很费劲 主要是把幻风的发育也一般般 嗯 山姬也很慢 主要优势还是累积在了瑞兹这里 是 哎又是一波的抓鞭 哦呀有车的 小炮来伤还是够的 得开车了 得开车了 想打断吗 距离有点远 嗯 能完毕 感觉TT这段时间分线不太不太妙啊 嗯 他让瑞兹去找奎桑提 让赛恩去找这个 维克托 这样感觉对于OMG来说 两个单人现在过得都很舒服 嗯 都在布大龙附近的视野 那两边应该都不会主动去打这条大龙 嗯 TT应该还更想要这条龙魂 是 瑞兹来到正面 持续的帮队友把这个龙坑视野排出来 那还是得去带线 要他不带线的话 就给不到OMG什么压力 嗯 主要感觉这段时间TT没有利用起这个 瑞兹能在中期做更多事情的这个点 反而是让OMG一直的去抓鞭 给到TT的压力 嗯 这段时间也迎来了自己想要的发育节奏 现在双C的装备已经起来了 嗯 可是山姬这个位置三个人 呃 但这三兄弟爆发伤害都不是很高 尝试了一下发现不怎么掉血就算了 瑞兹不在 其实 山姬是没什么压力的 就你至少得有个泽力在哪 你两个C位都不来 确实想抓一个上单太难了 嗯 而且这样幻风在下半区没有视野的情况 线又顶不出去啊 OMG这段时间感觉给TT运住了 因为TT刚才把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上面去做大龙视野去了 嗯 小龙还有26秒刷新 瑞兹来到正面 Cream是在上面去代谢有TP的 呃 下路的线可以让后下线去处理一下 可以考虑从下半区TT挤进去 虽然说整个野区比较黑 这波团OMG确实是要接一下了 嗯 已经北川藏在了一个可以绕后的位置 但正面迎来的是一个山姬 山姬打这个探照 没有照出来 但是他顶进去 嗯 那两个人切磋一下 还是把北川的位置逮出来 先拉开 对先拉开 跳到北川脸上了大招 三个闪间一起上来 要秒AVLE AVLE会死吗 W刷好了 但是冠公也跟 也跟一级的过来收掉了 山姬开机全身姿态 建掉了自己的双抗 有点扛不住伤害了 阿提过来硬锁 冠公一直在打输出 没有人管这个冠公 比这个团战执行力 你感谢 这个闪现好吓人呀 三个人一起就上来了 太同心协力了 这一波 真太同心协力了 一瞬间三个人闪上来 这一下团 AVLE出现的瞬间找猴 旁边突然闪现上来三个人 是的 而且整波团战没有人管换风啊 换风输出打得太慢了 而且这样一闪上来 位的位置就变得非常尴尬了 看一下第一时间 小胖找到了一个落单的北川 剩半血多一点 他觉得可以 突然起脸 小胖换人 小胖换人 TT的处理 好帅啊 一二三 真的好帅啊 就是那种兄弟有难 马上八方支援 就直接上 对 不犹豫的 然后山基过来 因为全身姿态会捡很多额外的双抗 所以他还挺脆的 虽然有个猫在 而且正因为这个三个闪现 让TT的团战阵型变得非常好 是 以前维克托位都没办法给上输出 反正是OMG脱节了 好帅啊 猛射 这样前期 灵缸2的泽力 一波四杀之后 马上 马上无尽要掏出来了 还补了快表 龙魂也有了 现在OMG 虽然经济还是没拉开太多啊 但是正面团已经不太好打了 要等 换封把无尽刷出来 现在小炮应该还差一点出无尽 换封这里也差了几来块钱 OMG有一波会 这个AD先来三件套的时间 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 是 两边AD其实经济都持平 主要还是上波那个团战太震撼了 是的 一瞬间三个闪现 北川是有兄弟的 有兄弟 搭起来一瞬间全在 那要看一下这个瑞兹的发育 现在已经三件代表非常吓人 TT也不太去边线运营了 现在只一心向球团 有着电龙魂的加持 他不会把线带得太深 嗯 因为他们现在可以通过正面团来解决问题 在两条边线都是TT掌握一些主动权啊 作严得非常小心才行 主要现在视野不敢做得太深 ARK这个扫描开完以后 又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出去了 TT 不会要RA龙吧 这个阵容有瑞兹直接开车打龙的说法 打得还蛮快的 但是RA龙的话 觉得更多就是BTP 就还是得逼人过来打团 RA到底还蛮危险的 YOKA被看见了 把下路的线处理好 硬往里底 泰坦现在在给野区的压力太大了 主要OMG也怕呀 他不知道TT身后有多少人 其实刚才就一个野斧 两边隔草相忘 我猜你在这儿 你也猜我在这儿 大家就互相试探 但都是不敢动 来辅助的也回家补波眼了 眼已经插完了 这波视野大战啊 过了半天 该排的也基本上都排掉了 但如果这样拖下去的话 OMG是非常乐于见到的 再拖一拖 你让这个维克托加小炮带着三线 来跟左边接团 OMG是有一战之力的 对 其实上坡团就是一个操作团 只是说TT处理的太好了 现在闪现也大家都快转好了 除了A波的闪 还差一点点时间 以及克里姆 应该再等会儿 资源团到来自己都能转好 小炮无尽到位 就是尽可能的清空大龙途径近的视野 锁一下 交闪线直接下来 阿K也得交闪回去了 你来我往 反复横跳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啊 两边都讲究 对换个闪 但如果硬说闪掉闪的话 我可能感觉猴子会稍微伤一点 小亏一点 要乱了 但是一手灯下黑 看一下探照是照出来了 一万多的血量 这个赛源已经是回去准备TP了 那看起来是要打到底 逼你过来 因为阿K没闪 他如果下来抢 就是有去无回 TP直接开车让后 TP落正面 美帅正面先开一下 留人 要动Crab 闪先勾 又勾到了 幻光阶级滑了上来 但山基进场位置还不错 克里姆交了快秒秒拖时间 阿K已经被集合掉 这里侯雅单忙住了 A波加上一只包 那正面该怎么办 正面少人了呀 又到了幻风输出的时间 没有人能管 但特意山基哥收掉了瑞兹的人头 要追A波 全胜手段了 瑞兹的位置还比较远 山基开着全胜姿态有急跑 想继续过来打 一级的直接过来 一个人捶着三个人 但虚勒K不可阻挡 急到了快光脸上 开了个石架鬼石板甲 他好能顶 这里打出了甲胜戴霍亚 被一炮二百八主的帽具 给收掉了 山基带帽 他像战神一样 收割了TD的战场 贵贵 这个全胜姿态 全上大呀 极哥 真的是力枉狂了 这样大龙也可以OMG收入当中 第一波 感觉看起来TD这个团开得很有想象力 猴子在正面开 瑞兹绕到后面去打 但万万没有想到 山基挨克电名 两把大板斧 从石牙虫杀到了蓝buff 看一下 这个团开得非常有想象力 正面猴子去开 后面再绕 第一时间就秒掉了这个Cream 但是奎桑提这个位置找得非常好 进场 拉走 单挑 先秒一个C位 Q3拉回来 硬打一套 然后本以为这个团可能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山基不同意 太敢打了 顶着三个人硬打 找到AD 递过来 再来一下 然后把阵型切乱以后让小炮收割 天哪 要远古龙了 两边经济持平啊 左边虽然有龙魂 但是现在这个奎桑提有点厉害 北川又被找到了 又是山基找到的北川 第一时间卷起 但是走不掉啊 没有方法 怪这么团 少个打野怎么办 感觉OMG可以直接上 过来了 及格一个人绕后 我一人可挡千军万马 也看TT直接放了 这边OMG可以轻松的把远古龙给拿下来 这把游戏随着这个魁桑提的一波突然有点不一样 瑞兹尽力的把上限带一下 但是带着双龙会的OMG 在中路集结的时候 感觉瑞兹还是要回来啊 这波最少应该是要打掉高地的 可能觉得现在双龙在手不好接 这个高地放了 让瑞兹换做二塔 这也是可能TT能做的唯一的事情 但是瑞兹不回来 甚至右边可能想一波打 想尝试的 至少把你给打回来再说 我感觉来到了OMG的强势期 虽然左边有点强势 但这个墙上激光一吃得往后先拉扯一下了 北川有可能想开啊 但这个位置还是要等对面的远古龙buff结束了再说 不然的话打起来太不明智了 现在我感觉来到了OMG的强势期 虽然左边有电龙魂 但是右边真能打一打 右边这个双C现在手非常长 是 TT想开团的话 还要像上一波大龙团一样 要绕到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去开 看猴子有点瘦啊 猴子现在进去 感觉会被位锁住以后直接秒 就现在猴得摇个复活甲才行 不然他不好先手开了 下路线一带再拖buff 想把buff拖掉的话 其实TT还是领先一个电龙的 但这段时间阵容上来说 确实OMG会更强势一些 找这种时候瑞兹的作用肯定比维格托要小了 变小了 对 而且右边有个猫的加持 其实C位的carry能力会进一步加强 有自适应啊 哦呦 要拖到远古龙buff结束才行 这远古龙buff还剩四分之一啊 TP保兵 应该是下路塔直接告破了 对不敢守 守了OMG直接就开了 这样破两路 可以回家补给一下 然后所有人转上 OMG完成了经济的反超的同时 还想抓个尾巴 有眼啊这里 再开一下 厚雅大招顶大招 泰坦的大招蔓延到了三个人 但也只能是把这个对方的攻势缓一缓 兵线没了 OMG选择撤退 远古龙的最后一个尾巴没有抓住 被炎给看到了 TT赶紧趁着这段时间 把中下的兵线都往外面处理一些 接下来要面对OMG针对自己上半区的攻势了 现在远古资源还有一定时间刷新吧 北川现在不能再想点子了 北川如果再在眼球被逮的话 OMG是可以尝试一波的 主要他不能再绕了 是的 他再绕再被逮捕的话 这场游戏就要结束了 这把山姬就是北川右补器 每一波都能逮到北川的位置 现在你可以加速了 又扫到小猴了 插个眼镜去赶紧溜 瑞兹把线处理一下 上路塔让小炮去推 OMG这个分线做得非常好 上路应该是直接拿掉了 Cream回家补博装备 上路这个二塔可能TT都不太想过来防守 如果OMG硬想拿的话 现在TT想要把中线给推过去 尽可能就是我能用我的上二塔 换你中二塔 但OMG这里留了人在防守 好 这奎操提 太吓人了 这带着猫上去打三个啊 还不掉血 Cream也赶来了 北川要开开Cream 泰坦大招要锁到Cream Cream要被表了吗 一勾立场定中泰坦 自己有个精神拖织压 还可以反身锁一下 山姬带着猫 把换锋给赶走 正面少伤害 那个Cream已经被处理掉了 那就看Able了 Able正面能不能主宰比赛 跳下拉开位置 藏在了冰口面 Yuka输出现在打不到他 上去自己还有波甲 闪现拉开了 A北川双杀到手 Yuka想坐车逃跑 Yuka倒是溜了 但是Able是有个波甲在的 山姬哥都含有半血的存在 后鸭也被打出了假修的被动 后鸭也挺能顶的 潘虹终于是赶来了正面 那这样的话 直播团打了个一换二 应该就此作罢了 主要还是我感觉 山姬哥有点追深了 太深了 他把猫带走了以后 把剩下的三个队友 迈在那里以后 硬追AD 给Able一只猫 可能刚才杀完了 走得太远了主要是 他自己就算 他把猫也带走了 是的 PG现在明显看来 这个团战已经开始 有点吃力了 两边打前排的速度 都非常慢 直接打大龙 毫无顾忌 赛恩有TP1万多的血量 小炮来说 这个龙的血量 像自来水一样在掉 来不及了 这血量掉好快 开车来 但是没有带惩戒的人 龙应该是要OMG拿下来的 这面山姬 两边前排都可能点 但扣牙被卖在里面了 自己的队友离得有点远 TT乱了呀 这段时间 阵脚大乱 现在带着大龙马虎 可以把上路高地尝试直接破掉 这样的话 三路V线的压力 对于TT来说 线可能都不太好处理 把兰队给按了 没事 不影响 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有它没它都差不多 对 你把第二个按了就行 第二个有点重要 限定上来 则力还不在正面 这样三路的高地塔全部告破 只剩水晶的防守 TT还是得想办法开团 而且要开到后排 虽然说这把有一个发育很好的则力啊 但是因为没有像幽咪和露露这一类英雄的加持 OMG球稳再去拿远古龙 又要双龙会 但这波TT一定得去 因为这条龙再不接下来的话 这把游戏是一定会被对面给结束掉的 但OMG想了想 我先走人 要杀瑶瑶瑶瑶瑶这里把勾已经交过了 北刷想出来开 北刷这波脚后排脚的还不错 一波先跳开 一个人弹爆出了 OMG的正中没分头开了 阿迪要死了 但这边全身自在开起来又找到了幻魔 幻魔要被单秒了 虾露打到手 这边瑞兹再被处理掉的话 没有伤害了 双C巨王 虾露想过来打断 QG能蓄起来 但是没有断掉 因为这个Q的蓄力才能把人敲起来 删击啊 每波不是找北刷 就是单防换风 太狠了 每次都能单切掉AD的同时 还能让自己的团战打到非常好的阵型 这把OMG完成了翻盘 恭喜OMG 好猛 两边打得好机器 我只能说拼操作 确实OMG没蓄过 比较